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隔行如隔山 其实有时候真的要当农民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那么我今天又来重新采购一下这些材料 然后回去要重新搭建一下 然后今天正好那个桶也买错了 这欧肥的桶也买错了 那么今天我还买个欧肥的桶 然后再买一点促进根的发芽的粗状和果实 长得好的一些肥料 那么我们今天就再来再购买 今天人特别多 因为我们今天这边已经解禁了 因为已经没有病毒的案例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解禁 所以今天人特别的多 找停车场都倒了半天 好了 走吧 虽然解禁了 但是大家还是狠手规矩 每个人都是1米5的距离 然后呢 这边还有可以 这边还有酒精可以自己洗洗手 然后去推车 你看 这个正好今天打几个吧 两个13块5 这个就是专门用于长根的 13块5 两个两瓶 那这个就是这个才是粗制石 我搞错了 所以今天要重新买 那么这个粗制石今天我拿 我看看我那么大一个地方 起码拿4个 拿6个吧 好 你看 今天我又采购了一套 还是原来那一套 但是我今天又买了那个 欧肥的一个欧肥器 我回头专门做一个开箱 然后怎么欧肥的节目 今天花了多少钱呢 又花了200多 上次也花了200多 全部作费 所以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很开心 我终于学会了这个技能的话 我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走 然后我们回去继续搭 继续搭一米菜园 走吧 好 现在我们东西买回来了 因为我们上一次节目呢 是搭建菜园 出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把这两个 这个是粗制石 我把它理解成为了石灰石 那么这个呢是石灰石 我把它理解成了粗制石 所以呢我上次把这个石灰石全部放里面了 放了四袋 所以呢那么这个就全部变成很碱性的土壤 那么就不会涨 所以这个呢第一个是就作废了 但是呢我上次的除了这两个就是我的那个没有区分开 所有的程序都是正确的 无非就是如果你要看的话就是把这个换成这个 我上次是放了四袋这个 你把它换成四袋这个 就可以了 这个呢一般是用来凹肥的 所以这个里面基本上不放 这是一个大乌龙 但是呢我觉得 其实在学习一个新的事物啊 真的是是在跌跌撞撞 在不断的失败当中 那个进步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看 因为我那个当时买的呢 是两米乘一米的菜园 所以它就比较高 有45公分 实际上一米乘一米呢可能才30公分高 所以它就特别高 那么我放了这东西下去以后啊 我发现因为当时铺了很多草 但是呢因为是湿的 一敷衍以后它就过两天它就塌下去了 你就好像觉得就才不到一半 就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种起来不太方便 那么我们还是要把它弄高一点 弄高一点呢就是说材料还是一样的 那么呢我可能会下面呢铺树枝啊树干啊 可能再铺多一点 铺高一点 这样的话下面的肥料也充足一些 那么这是今天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哈 就一般那个种菜的话哈 不能够从早晒到晚 但是呢也不能时间超过 就是也不能时间太短 起码要四到六个小时那个晒 那么你这个菜才能长得好 但我这个地方呢没选好是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我这个地方 因为我的房子比较高 那么这地方正好是一个缝隙 所以说呢我发现我现在这个地方 最多能够晒到两个小时多一点 不到三个小时就没太阳了 所以呢我们还得挪地方 所以今天呢就我们来把这几个问题全部解决 就挪一个地方 好在呢我原来就是放的时候没有放很多水 它没有扩散很多 那么我今天现在呢就把这个围栏拆开放过来 然后面上能用的就用 不能用的我们就把它扔掉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你看我就把它挪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个地方呢 所以这次呢你看 我就把底下啊 就把那个树干啊树叶 就我们家那个落的树叶树干 我就把它铺在下面 也差不多铺了一半 因为什么呢我这个太深了 这个正好呢铺在下面也是很好的肥 那么这个树叶树干呢我就铺完了 铺完以后呢我就撒点水 好 你看第一层是树叶和树干 然后第二层呢就放的是草 炒弄完了以后一样也是撒水 其实我这个程序跟那个上一期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这一期呢就快近一点 就不要那么慢 第一期比较慢一点 就把水也要撒透 因为我把那个树干和草放的比较比较多 但是呢它是空的知道吧 等全部都铺盘去以后它还要塌下去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放了一半 而且这个树干啊草啊都是非常好的肥料 所以每一层的水啊一定要撒透 现在是第三层了 你看我已经放好了 第三层呢就放报纸 但是因为我呢 那个没有没有没有拿到报纸 所以呢我就 其实那个纸盒是一样的啊 就把纸盒直接往上铺就行了 然后就开始撒水 纸盒也是很好的肥料啊 那个我上集说了就是草呢是绿色的肥 那个纸盒呢是棕色的肥 就撒水 也是要撒透 现在就开始放椰康 这个椰康就是提前泡好了的 这些椰康就铺完了 差不多要铺五六英寸 然后我们铺完以后继续撒水 每一层完了都要把水要撒透 好这撒完了以后呢 就马上要撒几把那个鸡肥 因为这个它就让那个底肥啊 就比较肥油一点 它不要太多啊 我们因为以后要撒那个有机肥的 就撒个几把就可以了 这是鸡肥 就撒个四五把就可以了 好这个撒完了以后呢 就撒这个我上次撒错了的 这个叫粗制石啊 这个粗制石呢是把这个土壤呢 把它改变得更肥沃一些 那么这个粗制石撒多少呢 就撒一英寸就行了 那么我们这大一个 可能也要三十大二吧 应该我先撒撒啊 texts来又 há说 很高级别来说 等会叶多三十九 怎么这恋意 你不合格的 绝 team 在为三十三 这不死 得光 三十五 explanations 无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这用的试带差不多了 嗯 差不多了 好了 这个出汁石就铺完了 然后继续也是撒水 好 这个出汁石铺完以后呢 再铺一层椰康 当农民真的不容易 虽然我呢 上一次做的有一个问题做错了 但是我觉得我这一次我做起来 我觉得我比较有胸有成竹 因为任何事情第一次做 肯定是有点心里拉不定 那么现在这一次呢 虽然今天很累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我又学到了那么多东西 而且我一看我今天这个 这个一米菜园 这个土地就很肥沃 而且呢 我希望以后长出很好吃的蔬菜 好 你看这个第二次的椰康也下下去了 那个我的所有的比例都会在说明区里面 你们算你们可以按照那个说明区里面的那种高度 和每一个每一层多高铺多少来参考 你看今天明显的就是要高一些 而且呢那个我上一次呢就弄得比较低 那么这个铺完以后继续撒水 但我这个已经很湿了 就是要撒水啊 撒透 好 撒透完了以后呢 然后第二层的再把鸡粪再撒几把 再把鸡粪撒上去啊 我这个鸡粪非常好 一粒一粒的 原来我们没有中国菜的时候 觉得鸡粪是臭臭的 可能就是鸡粪的把吧 实际上它做得很好 你看 就像一个药丸一样 非常方便 还不臭 就撒个四五把就可以了 按道理说是铺豹纸 其实铺豹纸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引蚯蚓过来 你这里面只要有蚯蚓的话 它就帮你耕田 而且蚯蚓的那个它的排泄物啊 是非常好的肥料 所以我没有报纸呢 用硬子壳也可以 但是因为在面上了 硬子壳如果一整张的放下去就没办法煮菜 所以把这个硬子壳呢 就把它撕碎一点就可以了 一样的 就把它撕碎一点 撒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报纸呢 一般就是七八张后 七八张以后呢 然后重叠起来 放在上面 所以这个铺报纸 或者是没有报纸 就放那个纸盒这道工序哈 是很关键的 你看 然后这一层呢 就是应该是铺八张报纸落起来 但是呢 我没有报纸 就用这个纸皮一样的哈 弄完以后呢 继续一样的就是撒水 撒透 好 撒完以后呢 最后一层就是铺上这个甘蔗 甘蔗皮 好 最后把甘蔗皮就铺上去了 其实甘蔗皮铺完以后其实不用撒水了 因为今天风特别大 我想撒点水呢 免得它吹吹吹吹都吹跑了 然后稍微撒点水 好了 今天呢 就是把这个我挪的地方以后 全部的工序又全部做了一遍 就是把那个初制石跟那个石灰 把它那个上次弄错了 这个把它纠正过来 好了 那个我觉得每次的学习都是一个进步 虽然我今天折腾了一天 现在还没吃饭呢 但是呢 很开心 很快乐 每次这种过程 特别是其实做事情不见得要结果 有时候那个过程呢 让人特别的开心 过程是很重要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